去年11月底 贵妇奈奈和医师老公经营的 医美诊所恶性倒闭 至今厂商和顾客们求偿无门 外传夫妻两和公公一家 至少捐款新台币10亿元 潜逃至加拿大 甚至还参加当地的宗教法会 大撒功德金 如今案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台北地检署也展开调查 但贵妇奈奈和老公公公等人 因为履传不到8号遭到通气 追溯期长达25年 其实医美诊所自设立以来 在外界看来经营的有声有色 甚至有许多金主争相投资 顾客们也因为贵妇奈奈的网络高人气 愿意掏钱买单 但外界传出因为贵妇奈奈的老公 黄伯健沉迷地下期货 因此输掉上亿元 一度找上地价钱庄 也因此光每个月的利息就高达500万元 医美诊所传出倒闭之后 贵妇奈奈一度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对诊所的财务状况完全不了解 希望外界能够原谅他 但自从发文之后过没多久 贵妇奈奈就关闭脸书 如今正式遭到发布通气 由于台湾加拿大两国并没有司法互助 后续司法单位该怎么找人 以及债主该如何求偿 还是个大问题